Lengue文化 耶~~看到沒有 鐵板少年7月15號創作者圓遊會 這一次要賣的東西是 人生無償大廠少小廠 那我們今天先試做嘛 所以我們準備了三個牌子的米腸 對三個牌子 有東港的 還有香米腸 還有壯圓米腸 來試看看哪一種米腸比較好吃 所以今天是試做 準備了九層塔 蒜頭 蔥 小黃瓜 辣椒 還有醬 欸這是我的秘密 秘密神醬 我已經先裝好了 不給你們知道是什麼 心機很重 所以現在 備料 這個是東港人 那你要不要分得出來喔 這第二家是香米腸 三號選手是狀元 又跳電了 又跳電了 可是那個插座現在只有一個不是嗎 欸我很怕那一天也這樣跳 就GG了 第一間的米腸對不對 會不會爆就看今天的 阿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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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 啪啪啪的時候要叫我,我去睡覺 來,老闆,要先炒什麼? 洋蔥 先炒洋蔥 就是有桑 啪啪啪啪了,有看到嗎? 很怕這樣 夾狗耶 好朋友耶 夾狗耶,你看 好,OK 好醜喔 欸,這樣不好看耶 有熟吧 有啊 覺得怎樣 有味道啊 有味道,但味道夠嗎? 你吃看看 來,第一位客人 覺得有沒有味道再重一點還是太重 味道可以啊 覺得客人的臉色有點難看 對 不是啊,一份是一根加這個 這樣是一份嗎? 對,這樣一份 可是我們還會再多加一個什麼 粗血糕或者是貢丸之類的 對對對 這樣OK嗎? 上次買一份那個都要六七十塊的 炒的應該比包的貴 所以應該要再賣一個八十塊 好喔,那我們賣七十塊 對 主要是你們要吃米腸的味道嗎? 其實味道沒有很重 味道不夠,好 香腸有香腸原本的味道 然後蜜漬醬汁的味道 很淡 然後那個什麼 蒜感覺跟米腸好像還沒有當好朋友 因為第二間的米腸 其實這個不脫皮的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快速的滑動 這個我覺得這個要加比較多獎 好,下一個改進 嗯 我就是要這種感覺 這次的米腸一定比較好吃 跟第一份 第一份有什麼差別? 這次的比較好吃 所以這個有點水感 膠質水感 然後可能水分有出來 所以比較咬 其實老闆說的 吃看看 嗯 加油 比較油是不是 嗯,可是它才會 跟醬油膏的味道 我覺得是分加的感覺 換下一個 我覺得有點太鹹了 那口感耶 可以再酥一點 米腸的部分 欸,泰山你沒有收一下 我覺得不錯 但味道小種 來,我來吃第三間 狀元 主要吃米腸吧 嗯 米腸第二間跟第三間都可以 這一次有加酸菜 沙茶也變少 醬油也變少 所以這次的味道比較剛好 我們吃看看 不會太鹹了吧 我吃是沒有太鹹的啦 而且這個米腸比較好吃耶 它有點焦焦的 其實很多都軟軟 耶,烘烘 對,就是要配洋蔥米腸九層塔 好吃耶 可以吃吃最好吃的吧 對 吃吃吃味道是 最好吃的 口好痛耶 你現在吃這麼大口 臭白了 欸,第三次 第三次好讚喔 配酸菜很好吃 對啊,配酸菜很好吃 我覺得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米腸都 都蠻好吃的 第二跟第三次的米腸都蠻好吃的 嗯 好,要吃喔 聽說很燙耶 好燙耶 先吃起來有燥味道,你看 這個會香 對,比較香 我覺得這個比上一個好 第一個就是比較清淡 可是第一次吃的時候 我有吃到九層塔的味道 對啊 怎樣 第三次米腸有加醬油膏先炒比較好吃 對 這個很入味 而且味道比較淡 好,所以亮我已經知道了 第三次成功 我已經知道亮了 要不要先靜下來 哇,欸,挺有架勢的欸,泰山 先吃米腸 我覺得太淡了 沒有那個醬的感覺有沒有 好,下一個來試吧 這個比較清淡啊 我覺得米腸它味道沒有進去 我覺得很好吃耶 還是因為我吃到它沒有拌均勻的那一塊 比第三次還好吃 米腸欸 炸炸 你們可能吃到它沒有那個拌到的 焦焦的地方 可能拌得不夠均勻 這個米腸真的不行 太軟爛對不對 我覺得小黃瓜應該要 就是很冰 你說小黃瓜要用冰的嗎 對,會不知道 就是冰的當配起來可以 會更好吃 這比較清爽 嗯 芒果你有工作嗎 有點小黃 我賣臉的 哈哈哈哈 好吃嗎 我的碗被丟掉了 我覺得不錯啦 看上我比較吃那個這個啊 要乾一點的 不要太濕 你跟老闆講的不一樣 他希望有醬汁 沒有那個醬的感覺有沒有 不是我是說不要太濕 就是太軟了 像麥的 它點到脆雞的湯 沙茶卷亮 定按了 最後呢我們用炸的 炸的有那種微微的米香的香味 有米香味 然後沙茶卷亮 再加上我們的蜜汁醬汁 期待 圓委會賊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CP直行车记录器